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世界大亂 先說港股情況 先說,港股最初都可以升過 曾經逼近25,000點關口 不過高位無以為計,升幅慢慢回軟 最後全日倒跌收場,倒跌102點 收24,603點,成交低了1,257億 今天市回軟,匯豐所累,下跌1.8% 考驗早前低位 形勢真是一般,加上騰訊也不能有進帳 也有多於大股市跌幅 拖累的市場由升轉跌 整個市場的大型市場 今天市場,剛才提到早段威水的原因 就是今天新搞定的科技股指數 恆生科技股指數正式開始玩 早段是小的 上過7,000點 高見7014,高開6918,不錯早段 只不過高位上升伐力,掉頭回軟 最後全日跌87點,收6774點 這已經不能夠幫恆生指數手 上星期一度憧憬科技股指數 對恆生指數有很大推動作用 誰知道是沒有的,反而要跌 原因就是騰訊、閹的股份也跌 美團也跌,令整個指數下跌 恆生指數除了不能夠在恆生科技指數得力之外 跟點題的四字有關,世界大亂 世界大亂是甚麼意思呢 不論在疫情方面,政治方面 都好像是世界大亂的意味在 整個形勢促使資金 就不斷流向避險的工具 所以今天看到黃金的聲音又上去 1939就破了高位 走勢強勁,現在每個人看兩千 為何這麼亂呢 從兩方面講,疫情才是 疫情講一講一講,香港人的淒涼 爆發第三波 現在講一講,全球都說爆發第二波 當然那些地方第一波從未完結 但無論如何,現在就爆發第三波 因為世衛說,現在全人類確診到一千六百萬以上 一千六百二十萬 死了,死了六十四點八萬之六十五萬 除了三個很厲害的區 不斷地爆發,三個是誰呢 美國、巴西和印度 但是印度過去一周已經多了兩成 新確診人數,真是爆發的聲音 這個已經是整個疫情非常混亂 與此同時,更淒涼的是 之前控制得比較好的地區 也有來第二波,包括西班牙 西班牙,據說加泰隆尼亞地區特別嚴重 我們看巴塞、美斯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特別嚴重 法國也是正在上去 不僅如此,中國的形勢都開始緊急起來 因為最新的數字就是單日61宗確診 雖然61對於巴西和美國來說是很少數 無論如何,因為中國以前控制得比較好 現在又再來,61個開始要緊張 其中57個是本地 這個數字就是四個月以來的高位 好像有些再禮的氣味 加上剛才說的香港大件事 每天百多宗 今天最新的都145宗 其中142就是本地的個案 這個形勢真是看起來真是未許樂觀 而且今天再公布新的措施 包括全麵包堂食 又說去超市、街市都說要控制人流 整個疫情可以說是非常混亂 非世界、香港、以至中國、歐洲、美國、巴西、引渡 全世界大亂 現在說的非洲都說定時債膽就快爆了 總之就非常危險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避險工具自然受惠 看到黃金狂升之餘 美國十年期國債知息都不斷下降 現在去到0.5806 國債知息下降之餘 美債受到追捧 價格上升 債息下降 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世界大亂之餘 疫情一亂 經濟當然首當其衝 對債券、價格有利 對債息不斷下降 其一就是疫情世界大亂 第二就是政治世界大亂 過去周末 大家都知道 中美互相關領事館 總領事館都關了 形勢仍然危急 南海現在是另一個熱點 因為中國在此 25號開始 一直在演習 八月初 南海實彈演習 美國大有可能來佼佼陣 因為之前已經試過幾次 雙航母來南海佼佼陣 連英國、日本都來佼佼 日本准航母都來了 英國那隻 不是很行 航母這隻沙伯都走過來佼佼 總之整個南海是另一個熱點 之前的這個 現在他們搞完之後 中國就在這裏進行實彈演習 會不會美國真的假假鎮 出一些陰招來挑動一下 這個也是世界大戀 因為中美國際上是比較混亂 美國本身都非常頭赤 因為最近大家知道 美國的示威越來越激 因為特朗普派了聯邦執法人員 去不同的城市執法 搞到越搞 就有些示威者越慶 越來越多人 剛過去的周末周日 出來遊行的人多了 不單止這樣 搞到西亞圖爐暴動 波特蘭當然有爆炸品 又丟磚 又丟磚 什麼都來 更加令大家看到惹惹 就是在肯塔基 其中一個市場出現幾百人 穿了全身黑色衣服 握了槍 槍不是那些點三八 曲尺那些小東西 是長槍來的 步槍來的 有些好像拿著榴彈炮 走出來遊行 幾百人 看上去幾百 過百就一定 有些時候加上去操 嘩 看上去很少見槍械的人 看到都嚇到被槍都沒用 以此同時 有一堆黑人出來操的時候 有一堆白人又出來操 嘩 整個形勢就非常緊張 所以美國就大亂 情況之下 美國搞得這麼吵架 美元最近也弱了 更加弱勢 見到美匯指數 跌穿了九十四 跌穿了兩次到底二破之後 一路走勢很弱 一路跌下去 當然美匯指數弱 令黃金價格上升 債券又其中的原因 所以最近見到世界大亂的資金 湧向避險資產 譬如債券其一 黃金其二 根據美銀的統計 債券的資金大量流入 過去一周 是流入二百四十五億美元 是有紀錄以來 即美銀的紀錄以來 第三多 黃金是第二多的流入 與此同時四百一十億美元 就落到銀行體系 之時大家都害怕 開始避險 這情況 所以世界大亂 令到今天港股都回軟 接下來有幾樣重要的事 看會不會令這個世界亂上加亂 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業績 接下來很多重榜股出業績 特別是科技股業績 蘋果、亞馬遜、Facebook、Alphabet 都會在這星期出業績 看看是怎樣 因為至今美國標普五百指數 已經八成左右的公司出業績 都是比預期好 但是比預期好 不是重點 重點是其實跌了 都是比去年跌了很多 四成 接著會不會怎樣 會再留意一下 第二個就是美國的六百元 六百美元的每州的額外津貼 聯邦政府給的 就會在七月底到期 會不會延長給多一點 這是重點 如果不延長的話慘了 美國很多人 以千萬計的美國人 是吃都沒得吃 會令整個美國的 最近那麼多示威 你說美國視之為暴亂 示威暴亂會不會再進一步升級 要留意 第三個就是聯署局 今個星期會有業績 公佈FOMC的紀錄 公佈紀錄 究竟會怎樣說呢 可能世界會平靜一些 還是亂一些 大家要留意 總而言 中港股市走勢 走勢是一般的 都穿上去就認真投赤 特別是3127都穿上去 就更加顯示整個星勢 之前彈上的這一下 就可能已經回軟了 那段落再次整固了 恒生指導自己都不靚仔 今天走勢穿了50天線 走勢 還收在旗下 因為現在50天線 就是24633 差不多 24630 50天線 穿了 收在旗下 向走勢轉弱了很明顯 向下級支持 大概是2418點左右 上星期五的節目也提及過 因為一來 這兩個綠色戰爪指著 其中一個就是24148 就是24100 另外 保律加通的底部 就是241左右 24194 接近242 這個是支持 所以估計 恒生指導自己 即使世界沒有進了暖 也有機會再向下視 如果再進了暖 24100 也有些問題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